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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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明天要到学校,去弘法,学校很重要,学生,年轻人,如果让他了解佛教的道理,要用什么方法,他们愿意接受,军人也好,学生也好,社会人士也好,监狱也好, 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友情,特别是人,他还不懂得佛法,那我们要用尽各种方法,所以祈求佛菩萨的价值,让他们都能够跟我们一样,有听闻佛法的机会,进一步开始修行,断恶,修善, 有各种方法,我们的心要跟佛的心一样,佛菩萨的心态就是一种愿,愿众生归一上宝,解脱轮回,发菩提心等等,所以这个叫正念, 但是如果想到我们自己,那就是一个贪嗔痴,烦恼,担忧,放不下, 当然就算自己身体生病一样,你觉得他痛,他就给你烦恼, 但是透过这个病,痛,世间的种种的不顺利,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对因果的深信,和更虔诚的忏悔, 所以,当然在忏悔的过程,不希望自己再如此痛苦,那当然能够消除这个痛苦的因,那叫处理心, 就希望自己不要再我贪嗔痴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一样的烦恼,造成不一样的病, 那也造成不一样的境界,就算有这个云心在主,他也要趁着你的念头,这个因缘, 那么他可以成熟了,成熟到这种报复,制造这个业力发生了, 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,如果你今天很专心,保持正念,可能不容易, 今天你刚好起了分别心,贪嗔痴,造了一个业, 我想就像各位来参加共修,那我想我们共修的主题就是修正我们的心态,修正我们的行为, 就像刚刚我们念无方佛一样, 祈求我们没有无毒烦恼,贪嗔痴慢疑, 祈求我们有诸佛福导的圆满的五种智慧, 所以这是我们的方向,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如何一直保持如此,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我们按照经典所说的, 去思维,去实践, 就像地藏经,各位的文言, 永世经,普门品, 甚至妙华凛化经,华严经, 他就告诉我们按照这样去做, 最简,最容易的,各位都背的心经,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,心无挂碍, 那我现在心里有烦恼, 那一定我离开了智慧的观照, 什么叫智慧的观照, 万法都是, 听一下, 无常苦空无我, 空无自信, 对,但是你确实觉得有一个我在被称赞, 有一个高,有一个低,我在被侮辱, 我在生病, 所以等等等等,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告诉自己的, 天气会变得很热, 不知道等下讲一半, 能气跳掉了, 对不对, 变得很热, 所以这个热, 它只是身体的部分, 那当然身体会牵引你的心, 所以这个叫没有空性, 那空性的目的就是说身体变得很热, 那突然腿断掉了, 但是你的心态知道它是一个因缘, 这个叫空性, 你可以放下, 因为因缘所生法都是空性, 那我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是学佛基本, 学佛的基本就是解脱生死, 解脱烦恼, 那我为什么为这个事情会不高兴, 起烦恼, 高兴, 喜欢, 讨厌, 那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, 离开了这个空性, 这个一波罗波罗密多顾, 所以那你要按照心经去实修这个, 特别各位有家庭, 当然出家人虽然没家庭太有烦恼, 会生病, 会有蚊子, 对不对, 会有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境界来了, 那自己, 那你没有这些不好的境界,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有在修行, 对不对, 就像弥勒菩萨不喜欢有人吃肉, 不喜欢有动物被砍被杀, 弥勒是修辞的, 愿众生都快乐, 不要有人被逼迫被砍被杀, 生病等等的痛苦, 但是呢, 所以他要精进修行, 所以你精进修行, 那你就可以成就这样的世界, 让跟你有缘的能够到你的世界来, 就像各位说, 有没有冷气的地方, 你出钱买整栋大楼, 让他开冷气, 因为所有怕热了都进来, 就是这样, 这个就是诸伯菩萨的愿, 所以非常努力, 当然这里面最大的愿就是地藏菩萨, 所有六道众生都离谱得乐成佛, 他的愿才停止, 那事实上, 地藏王菩萨的愿是所有诸佛的本愿, 而不是说地藏王菩萨特殊, 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愿, 没有观音菩萨的慈悲, 没有文殊菩萨的空性, 没有普贤菩萨的恨愿, 怎么可能成佛呢, 而并不是说地藏菩萨是如此, 这是每一个诸佛的共愿, 所以, 当然身为一个菩萨, 那你要在这个世间, 颠颠颇婆婆了, 困困难难很多, 但是你要在这里面保持一个不分别的心, 这个叫空性, 一般若波罗蜜多顾得安妙多罗三秒三不体, 你能够还在一直静静, 而且呢, 让众生, 让你自己最后都可以成佛, 所以在这里面, 我只能告诉各位说, 不能有脾气, 不能有个性, 当然为个人解脱生死, 背下来, 罗汉断烦恼, 那你一定要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消除掉, 那菩萨还不够足的断烦恼, 菩萨还断习性, 怎么叫习性, 这个迦瑟尊者早就证阿罗汉, 但是他脾气很不好, 就是这样, 那沐建人早出家七天就证阿罗汉, 但是他太直, 口太快, 所以他最后又被打死, 这个叫习性, 那平静的时候他是没贪嗔痴, 但是外界刺激他的时候, 他好像控制不了, 你说阿罗汉没贪心, 那他在说佛世界, 女人勾引他, 他就跟他睡觉去了, 这样, 业力, 所以这样分比较快, 平常你一个人, 你不会去想这个事情, 他是外面的业力来的, 好像你就控制不了, 所以这个罗汉在世间, 他还是要睡着这个业, 或者他的习性, 就像佛陀一样, 只要有肉体, 虽然事先成佛了, 他必须有这个业报, 这个身体的相应的业报, 当然, 为了如此, 无论如何, 那各位说一定要去经常一步的波罗密多顾, 那有时候又没办法, 那你还要祈求佛加持, 那有阿弥陀佛加持我, 延文殊菩萨加持我, 让我能够面对这个变化, 特别当烦恼来的时候, 所以在这一点, 只能各位多面对一下时间, 就是要禅定, 禅定就是能够控制你的心, 叫禅定, 当然你要入圣圣的禅定, 大乘佛教的禅定, 大乘佛教的禅定就是, 不退大悲心, 事无良心, 那你要达到大乘的禅定, 跟小乘的禅定, 小乘的禅定是我自己, 不要急性动业, 大乘的禅定是, 整个世界怎么办, 整个台湾怎么办, 整个地狱道怎么办, 整个吸毒的所有军人怎么办, 所以你要保持这种定, 那当然你要保持这个定, 那还要前面对所有众生的, 不施世界忍辱, 精进, 所以, 在这种定的状态, 可以了解一切法的本体, 又懂得善用一切法, 虽然这个药的本体也是空性的, 但是你用错药不行, 对不对, 药的本体是空性, 是智慧, 如何用什么药, 什么法门, 这个叫方便, 又不一样, 所以叫, 一个是智, 一个是慧, 那这些, 当然各位要不断的, 不断的去思维这些道理, 也让自己有更多时间, 就像各位经常来五方讲堂, 哪一天你孙子跟你来阿嬷阿嬷, 那五尊什么意思, 我哪有诈意, 我看了就败, 对不对, 当然也可以来一个阿嬷阿嬷, 但是对你孙子就少了一个机会, 那这样就违背了菩萨的戒律, 菩萨的戒律是, 你要让对方了解, 那当然阿嬷可以忠评, 往生极乐世界吧, 但是他就没办法上评, 上评你要读诵大乘, 对不对, 劝进行者, 还要跟人家说, 所以现在各位手上带着这个五尊线, 那你回去你家人说, 这条什么意思, 请你听我说, 我用唱歌, 还要翻开188页, 请我你听, 那为什么它是蓝色, 蓝色是什么意思, 为什么它是黄色, 为什么它是白色, 那这些你就要读诵大乘, 去了解, 那不然, 当然这个五个颜色目的, 不是说要讲颜色, 这个是代表你的孙子身上可以开发这五种光, 对不对, 他本来就有贪嗔痴、慢啊, 嫉妒这些, 如何让他这个贪壮为妙观察制, 所以, 那这个, 你看, 这个就是佛法, 所以, 众生, 他是个游民, 躺在车站, 他是, 对, 对一个, 方普利金来说, 哇, 一个佛呢, 一个佛, 我怎么样给他面包, 给他食物, 对他很好, 给他衣服, 带他去洗澡, 我, 一步一步的赞叹他, 我就看到游民, 我就说, 哎, 你也在出家啊, 因为你可以放下你家里, 你可以睡在路边, 你已经符合出家资格了, 所以, 但是出家也不是一个人出家, 你要跟人家配合啊, 但是我就说, 至少你有资格了啦, 对不对, 看你要不要跟人家配合, 那种生活, 所以, 我都会跟他们说, 把他弄差不多了, 慢慢的引导对方, 赞叹他, 鼓励他, 这叫布施啊, 爱与啊, 但是如果, 你舍弃对方, 哎, 游民啊, 我爱恰比, 那你失去菩提心, 好家人啊, 好善家人啊, 好家人啊, 好家母啊, 好家母啊, 好女人可以发菩提心, 名为大丈夫, 男人发不起菩提心, 叫小女人, 那你自己决定嘛, 因为佛性是平等的, 菩提心没有分鬼, 鬼可以发菩提心, 天人也可以不发菩提心, 对不对, 所以, 当然我们在超度, 若有见魂者, 吸发菩提心, 希望我们超度的对象, 特别军人, 军人他就是要打仗, 打仗, 我们要告诉他, 正确的战场, 战场是轮回, 如何让所有众生脱离轮回, 但是你要让众生脱离轮回, 你要战胜你自己, 战胜自己的我执法执, 战胜自己的贪嗔痴, 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, 那你能够战胜自己, 你才能够帮助众生脱离轮回的战场, 那这样, 告诉所有寻人, 是没有对立的, 世间的战争是, 这边那边, 我国你活, 我党你党, 那佛法的战争, 那是没有对立的, 就像佛陀说了, 我以无量节的精进, 征服了, 战胜了我的贪嗔痴, 我用慈悲, 征服了世界, 而且对他来讲, 对每一个佛来讲, 他这个战争永不停止, 因为也代表他的精进永不停止, 所以我想这个每个人都应该, 这样去发愿, 所以当然, 看到阅历, 今天什么日子, 那我们就转这个心态, 这样, 所以我想并不是因为我们佛教徒, 然后就看不起神, 如果一个佛教徒看不起神, 那这个不是真正佛教徒, 众生平等, 神也有佛性, 所以如何让这个神, 就像一个有钱人, 有钱人让他学佛来护持三宝, 不是很有利啊, 对不对, 但是如果站在个人节目, 你有钱我还不理你, 因为你不关心他, 你只关心你, 站在大乘六道众生, 我们都要去赞叹他, 随喜他, 开发他的佛性, 所以要碍于, 要讲好话给他听, 布施暗宇, 所以有时候我去土地公庙坐下来, 我就去买金座, 阿师父你还买金座, 想说你能买我, 我能买, 你不是辅导要买, 谁说的, 别人说的, 他叫做庆材公共, 我买你会买他, 有啊, 我买收土地公会买他, 有啊, 我买我好兄弟会买他, 有啊, 这不是各种辅导, 这样他会买他, 会买啊, 那你这个佛教徒, 你就认为做这个没面子, 那你就已经看不起对方, 你看不起对方, 不懂得度对方, 那你说你是个大乘佛教徒, 还不像, 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, 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, 那个动作为什么要做, 那我们为什么讲做, 波斗中心, 对不对, 所以为了要波斗中心, 那各位, 你回到家要度你太太, 度你先生, 度你妈妈, 度你儿女, 度大楼管理员, 那所以你往上这一条, 送给他吧, 为什么大楼管理员, 为什么你要送给我, 这条裂路, 举手都要弄不住, 好, 子弹不是真的还假的, 我没跟你骗, 好, 我们讲的还是懒散, 这个力量太大了, 打破地狱, 打破地狱, 所以问题是, 你怎么样去接近他, 当然光众这个还不够啊, 不过月底还要送送钞票啊, 你辛苦了, 我给你加薪, 给你五百, 他永远就做你的卫兵, 我告诉你, 看着你出来, 我没打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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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大楼, 我五百, 我没打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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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人一冷酷啊, 一对立啊, 那这个人就不算在修行, 修行, 他就要目的要用各种方法, 去让众生欢喜, 接近你, 因为你和喜欢佛法, 等等等等各种方法, 好,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这个, 佛陀八十种殊胜向好姻缘, 各位前面的花好不好看, 就是要好看它才叫花, 可以放在佛前, 这个就是慈悲, 所以人要好看, 外表要庄严, 讲话要好听, 心要好, 这个叫大乘佛教, 请问阿罗汉要不要插话, man, 阿罗汉插话干嘛, 阿罗汉是解脱生死就好了, 所以这个叫小乘, 这个叫各自, 但是大乘, 佛陀讲法只有一乘, 众生皆因成佛皆可成佛, 所以每一尊佛装不装严? 装严, 还漂亮吗? 不是, 为了众生, 为了众生,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, 讲这个都很容易, 各位自己看就好了, 但是, 为什么要强调, 要去做, 你不能说, 这跟我无关的, 我念阿弥陀佛就好了, 这跟我无关的, 我过了蛮快乐的, 那你想的都是你自己, 你从来没有为众生, 所以各位今天要把这八十条, 当作, 那一家来, 菩萨的戒律, 生命的实践, 你一定要去做, 你不能说, 很多人把佛法切割了, 我就专门读这个经典就好, 其他我不管, 我专门修仪轨的, 我其他不管, 我喜欢修的大手印道, 一面空性, 我其他都不管, 这个把佛教给切坏掉了, 这个叫执着, 叫法执, 法执, 有认为, 哪一个方法我喜欢, 哪一个方法你没有平等性, 那就偏掉了, 但是成佛呢, 没有一样, 你不壮严, 不会的, 没有一样做不好的, 所以这个里面没有秘密, 但是却要去实践, 边讲各位边看自己, 好不好, 谁都先不够, 你要尝诱, 我指甲怎么黑黑的, 卖了, 你好好修, 不能说这, 跟我没关系啊, 那你就, 你很不负责任, 这不行, 你一定要喂对吧, 所以那天有个菩萨说, 来, 师父手给我看一下, 我看什么, 你下面有没有黑黑, 这什么意思, 杀业重, 哎呀, 我原来要白的才信我, 所以, 那这样对我提醒很大, 我都会看到黑黑, 我就赶快摆, 忏悔忏悔, 生生世世世不杀生这样, 那人在轮回的过程里面, 一定有这些的, 所以, 所以第一条, 我们大家一起念, 来, 指甲润泽, 余无量是, 常给别人所需要, 喜爱的事物, 帮助别人安乐, 故今世, 指甲又薄又长, 颜色光洁先进, 看一下, 有没有光润, 对不对, 有没有又薄又长, 为什么呢, 因为啊, 不是光一次, 生生世世, 给别人的需要, 你喜欢什么, 我给你什么, 让你快乐, 好不好啊, 喜欢的东西, 而且一直想办法, 想要给别人快乐, 帮助别人快乐, 所以我刚刚把这个五色线送给你, 不得了, 以后我五个颜色, 人家女生喜欢擦五个指头, 五个颜色, 这个本来就要修, 我们在说, 欧慕灵灵手哈的时候, 还要观想, 五个手指头, 出现五色甘露, 就是这个五个颜色, 这个要修的, 所以你在打手印的时候, 我们手指头都在放光了, 那你这个要真的, 真的去观修, 是否要养成习惯, 知道吗, 第二, 念一下, 手足指缘, 鱼无量是常以善解人意的态度, 对待别人, 故今是手指和脚指圆满鲜长, 又持又软, 十分好看, 看看脚指头, 我手指头里面圆圆满满好看, 所以圆满线长又长, 前面圆又软好看, 然后咖软吉巴招, 我去泰国, 泰国女人跟我们的手指头, 脚指头都不一样, 他们不能穿高跟鞋, 因为他们从小都赤脚了, 长得就是不一样, 所以当时你修行不一样, 佛陀的脚指头装不装严? 装严, 没有一个地方不装严, 这样别人就会更, 哇, 羡慕, 对不对, 哇, 这么装严, 那吉尼佛这怎么修的呢, 对不对,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, 如果问我, 你问我佛法是什么, 就是从头到脚, 让别人都觉得, 你好像没缺点, 这样了解吗, 唱得好, 写得好, 说得好, 煮得好, 对不对, 样样都好, 从你身上出来, 没有一样不好, 讲话, 没口臭, 身体发香, 不洗澡, 更香, 为什么, 因为佛陀的毛细孔, 佛陀最大的香味不是鼻孔, 是他每一个毛细孔, 你只要看到他, 就像沉香, 我故意今天带一个, 不香也要带个成香, 成香不是给自己闻的, 就像撒香水给对方一样, 所以佛陀的手跟脚, 指头都好看, 长远都软, 为什么呢, 余无量是体贴别人, 善解人意的态度, 对待别人, 所以我想各位, 这个里面讲人事实上是众生, 所有众生, 当你去洗澡, 哎呀, 张胆出来, 哎呀, 一波当架, 没人做, 这个是什么的, 那个是什么的, 我们都要给他招待, 亲手再拿给他, 布, 流浪狗也好, 这个鸟也好, 现在我们做私食赶路也好, 一直去发明创造更好的味道, 让隔壁都想说没闻到睡不着, 要点到, 你怎么还没点, 我闻了才睡得着, 不是说一斤咖勇气, 我睡不着, 那你要去想办法了, 所以怎么样做会更好,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, 善解人意的态度, 各位要练习, 所以以前老师说, 像我师父说, 这个以后要来出家, 以前我是开公司, 搞业务, 我们很多业务员, 我师父说, 这个要出家, 先到你们公司, 业务做得好再来, 有人缘, 卖素食卖到赚钱, 他再来, 他有道理, 开素食开到倒定要来出家, 完蛋了, 我们也会倒定, 你连世间法做不好, 你做活法, 所以我想, 业务员, 你推销的东西, 只要是不伤害别人, 那你如何推广的很好, 那当然这个人就有这个, 善解人意的态度对待别人, 别人呢, 欢喜, 接受你的东西, 买你的东西, 就像现在很多人在做直销, 有些人做到发财, 对不对, 但他们会推广, 那些搞保险的人, 没有什么产品, 你的寿命就是我的产品, 一张纸就可以赚你很多钱, 但是问题, 他怎么样的接近, 这一点我这样强调, 是希望大家不要说, 我吃素了, 我学佛了, 我出家了, 反正我都是, 奥独独, 不利便了, 那就讲不下去了, 对不对, 因为你不想发福利心, 就违背菩萨界, 这一点你叫, 开始去练习, 所以各位, 你今天回去, 你老婆说, 老公你回来怎么变呢, 善解人意, 还带着我喜欢吃的回来, right, 海盗师傅说的, 给我推一下我一下, 下回来你赶快去, 他跟你来, 你要开始体贴对方, 所以, 我想这里面讲的都是对方, 满对方的需要, 满对方的心, 这样, 因为这个手, 是一种接触对方最快的方法, 所以我师傅说, 手向庄严, 一举手, 全部人都皈依你, 这个手代表皈依的对境, 那, 因为, 像我们要去讲经说法, 如果对方看到你, 不想皈依你, 不想听你讲法,